欢迎来到陈兴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七年合作七部电视剧 迪丽热巴和高伟光被称为最般配的迎评CP 高伟光和迪丽热巴主演的 三生三世枕上书正在热播 剧中凤九和东华帝君的甜蜜互动 真实让人羡慕呀 据说本周白滚滚就要上线啦 七部七代呀 话说我真是科迪丽热巴和高伟光的CP喝得很过瘾 今天八一下居然发现他们合作过七部电视剧呢 一 古剑奇谈 2014年古剑奇谈可是火到没朋友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流量巅峰呢 高伟光和迪丽热巴都有出演 不过两人没有对手戏 高伟光饰演的是优都乌咸峰广莫 杨幂饰演的风情雪的哥哥 后来被乔震与饰演的欧阳少公所救 化名隐千商 跟着欧阳图苏他们一众人一起去升级打怪 而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天雍城的扶渠师姐 她喜欢陈伟廷饰演的大师兄 不过我觉得隐千商真的没有东华帝君帅 以至于我根本就没认出来 她就是当年的隐千商啊 虽然俩人没什么对手戏 但这毕竟是他们合作的第一部剧 2. 威时代 威时代是杨幂首次担任制片人的作品 这部剧是高伟光和迪丽热巴首次饰演情侣 不过迪丽热巴饰演的是高伟光的前女友 杨幂才是高伟光的现任女友 哈哈 这不要紧啦 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饰演迎评CP 3. 爱的阶梯 2016年的电视剧爱的阶梯 主演是张瑞 张萌 迪丽热巴饰演宋子涵 高伟光饰演楚耀辉 剧中两个人各有自己的官配 没有什么感情戏 但是高伟光饰演的角色让网友称赞 有人评价 嚣张的有底气 自信的张扬 帅的炫酷 深情的温柔又绅士 这样的储家欧巴让人如何不爱 双引号 这个评价看上去有点像现代版的东华帝君呀 我们热巴的角色就有点惨了 他饰演的宋子涵本来要和陆锋结婚了 但是遭到家里人强烈反对 最终车祸流产不能生育 宋子涵后来发现 陆锋利用他导致宋家家破人亡 认清陆锋面目后 努力收集陆锋违法的证据弥补过错 最后陆锋死了 宋子涵去了福利院工作 四班书传奇 2016年的电视剧班书传奇 这部剧如今看起来可是大排云集呀 主演是景田和张哲瀚 李嘉航 邓沙 李心爱 李胜 张新宇 关小彤 张雪莹等都有出演 迪丽热巴和高伟光在剧中只是打酱油的 不过俩人也确实没什么感情戏 高伟光也没男大头人之地 喜欢刘轩 迪丽热巴引楼兰王女安心 喜欢寇风 五 傲娇与偏见 2016年电影傲慢与偏见 阿里影业和家行传媒联合出品 算是一部比较中二的喜剧 剧中迪丽热巴饰演唐楠楠 一位脑洞大于常人 整日穿行在各种白日梦之中 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网闻大神的网络携手 高伟光饰演暖心高富帅肖建军 喜欢唐楠楠 主动出击 温柔体贴 可惜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唐楠楠 和张云龙饰演的诸侯友情人终成眷属 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2017年大火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迪丽热巴饰演白凤九 高伟光饰演东华帝君 白凤九因为帝君救过自己 便对其心生暧昧 于是她使用各种方法导追东华帝君 做公鹅 夏凡做她的爱妃 甚至不惜割下自己的尾巴在三生十上 刻下她的名字 可惜两人在剧中没能终成眷属 一个依然是天地共主 一个是青秋女君 唯一的联系 可能就是帝君腰间系的那朵狐狸毛了 两人的感情令人唏嘘 正是因为俩人感情没有让观众满意 所以大家期待他们继续拍摄 三生三世枕上书 七三生三世枕上书 在三生三世枕上书中 两人的感情终于算是有了一个结局 虽然前期凤九追帝君追得很受伤 但是当帝君明白了自己的感情之后 回馈给凤九的 是百分之百的爱 小说的结局很悲伤 不知道电视剧改编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结局呢 也算是给这一对迎评CP一个完美的结局吧 迪丽热巴与高伟光虽然都同属一个公司 但是公司好像并没有将两人捆绑宣传 也没有炒CP 所以希望我们追CP的 做一对理性粉丝 好好刻白凤九与东华帝君的糖 不要影响一人恶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 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